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这是个问题,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宇宙之谜,谁能揭开星际之目? 二,人性之光,何以辨识善恶? 三,历史的长河,谁能穿梭解骨金?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宇宙之谜,谁能揭开星际之目? 宇宙,这个浩瀚无垠的存在,自从人类抬头仰望星空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我们好奇心的终极目标 它就像是一部永远也看不完的连续剧,每当你以为揭开了一个谜团,它又会神秘兮兮地抛出另外十个问题,让你瞠目结舌 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主角们,有了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我们至少知道了宇宙的一些基本规则,比如万有引力和相对论 但是,当我们试图用这些规则去解释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时,事情就变得有点,嗯,让人头大了 比如说,暗物质和暗能量 这两个看不现摸不住的东西,却占据了宇宙大约95%的质量和能量 它们就像是宇宙版的幽灵,你知道它们在那里,因为它们在背后悄悄地推动住星系的旋转和宇宙的膨胀 但是当你转过头去想要一睹气风彩时,它们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 然后是黑洞,这些宇宙中的大卫王不仅吞噬一切物质,甚至连光也不放过 它们的存在挑战着我们对物理法则的理解 而且它们的边界,事件事件,就像是宇宙的失误招领处 一旦进去,你就再也找不到出路了 当然,我们还有量子力学,这个宇宙的另一个怪胎 在量子世界里,粒子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瞬间影响彼此,无论它们相隔多远 这让爱因斯坦都头疼不已 他曾经说过,上帝不会织头子 但是,量子力学似乎在告诉我们,不仅上帝会织头子 而且,还可能是在我们背后制的 那么,谁能揭开这些星级之木呢? 答案是,科学家们还有一大群好奇心旺盛的人类 从望远近到粒子加速器,从数学方程到电脑模拟 我们正在使用各种工具和理论来探索这些谜题 每一次的发现都像是拼图的一小块 虽然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整个图案 但每一块拼图的落定都让我们对这个宇宙的理解更进一步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宇宙之谜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揭开它,更在于那追寻的过程 正如道格拉斯·亚当斯在《银河系漫游指南》中所说 宇宙的终极问题的答案是42 但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个终极问题是什么 所以,各位,继续好奇,继续探索 谁知道呢,也许下一个揭开心计之目的人就是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人性之光,何以便是善恶 各位听众,学生,网友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自古至今都让哲学家,道德家 甚至是普通人如你我头疼的问题 人性之光,何以便是善恶 这问题深奥的就像是试图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找到迷路的猫一样困难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善恶有实体形态 那摩善可能是那种会帮你捡起掉在地上的钱包 还会附上一张温馨小卡片的好心人 而恶呢?可能就是那种在你掉钱包时 不仅不帮你捡,还会顺手牵羊 把你的钱包变成他的午餐鸡精的坏蛋 但现实生活中,善恶往往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人性之光,就像是一盏灯 有时明亮,有时昏暗 它反映了我们内心的道德和伦理 要辨识善恶,我们得先认识到一个事实 善与恶往往是一体两面的 就像是那个古老的阴阳图 善中有恶,恶中有善 他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在历史上,我们有许多关于善恶的故事 比如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他通过对话的方式 引导人们自己发现知识和道德的真理 他认为,知识即得性 只要人们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善 他们就会去做善事 但这种理想化的想法 在现实中往往会遇到挑战 因为人们有时候明知故犯 知善不做,知恶有行 再来看看中国的孟子 他提出了性善论 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 就像水流向低处一样自然 但他也承认 人的善性需要后天的培养和环境的滋养 这就好比说,你可能天生爱笑 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总是皱眉头的社会 那么你的笑容可能会慢慢消失 那么,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辨识善恶呢? 这需要我们培养道德直觉 就像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罗盘 当你面对抉择时 施主问问自己 这个行为是否会伤害他人? 它是否公正? 它是否能够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你可能就是在发出 人性之光中的善的光芒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有时候,善恶的界限模糊不清 就像是那些在超市是吃柜台前徘徊的人们 他们可能只是饿了 但如果他们一直是吃而不够买 那么这种行为就变得有点到德灰色的袋了 总之,辨识善恶是一项终身的学习过程 它需要我们不断地自我反省 和对社会的敏感度 记住,人性之光并不总是闪闪发光 但只要我们努力去寻找,去培养 它就会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照亮道路 就像是那个在黑暗中找到猫的人 最终他们会发现 那只猫其实一直就在他们的脚边 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而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长河 谁能穿梭节骨金 哎呀,历史的长河呀 那是一条流动的时间之河 每一滴水都是过去的故事 每一波浪都是未来的预言 要穿梭节骨金 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事情 不过,我们可以试试看 毕竟我们都是时间的游客 不是吗 首先,我们的有一艘船 不是普通的船 而是一艘能够乘风破浪的学问之船 这艘船的船帆是好奇心 船毛是批判思维 而船员们就是那些勇敢的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文献学家和所有对过去充满热情的探险家 当然 穿梭节骨金的旅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有时候 你会遇到始料的暗交 那些缺失的记录 模糊的传说和争议的解释 它们会让你的航程变得困难重重 但是 正是这些挑战 让历史的探索变得更加迷人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吧 想象一下 有一位名叫时间侦探的历史学家 他拥有一副特殊的眼镜 能够看现过去的影像 有一天 他戴上眼镜 突然看到了一群古罗马人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 他兴奋地记录下他们的穿着 饮食和习俗 但是 当他取下眼镜 回到现实中 他发现自己手中的笔记本上 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涂鸦 和难以辨认的文字 这位时间侦探意识到 即使他能够瞥见过去的片段 但要完全理解和重现古代人们的生活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研究 于是 他开始挖掘考古遗址 研究古文献 甚至学习古代语言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 他终于能够将那些片段 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让古罗马的宴会在现代人的脑海中重现 这就是历史学家的魔法 他们不仅仅是穿梭在古今之间的旅人 更是实践的魔术师能够将过去的碎片 转化为今天的知识和智慧 而我们 作为他们的学生和听众 也能够在他们的故事中 找到过去与现在的连接 学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未来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下次凝视历史的长河时 不妨想象自己 正乘坐在那艘学问之船上 随着时间的浪潮 探索那些遥远而又神秘的古今故事 谁知道呢 也许你就是下一位 能够穿梭解古今的时间侦探 总结来说 宇宙之谜 人性之光和历史的长河 都是我们不断努力探索的领域 它们都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但也同时激发着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在这个充满谜题的宇宙中 科学家们正努力解答那些看不现的星际之目 它们使用各种工具和理论 进行研究和探索 每一次的发现 都让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更进一步 而对于人性之光 我们需要培养道德直觉 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自我反省 以辨识善恶 至于历史的长河 我们可以借助历史学家的故事和研究 穿梭解古今 从中寻找连接和智慧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宇宙之谜 人性之光和历史的长河 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疑问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迷人的领域 共同寻找答案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